欢迎收看观看 今天最惊人的发展 当然是检调 兵分43路 去搜索金华城 而且现在 金华城我们看到了 审慶金跟易小微 两个人都被列为被告 两个人如果被列为被告 两个人都被击家 整个案情会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 大家就会注意到 如果你都已经压了审慶金 你都已经压了易小微 那接下来柯文哲 柯文哲还可以放他在外面 爬爬罩吗 而且我们看到了 现在柯文哲已经被 五大案压着喘不过气来 他就像被压在 五子山的孙悟空一样 包括政治现金案 台志光案 万大国财市场案 包括北市科 包括新华城 而且这五个 看起来早就已经 天罗地网 布下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界 当你开始在谈政治现金的时候 新华城就开始动 当你觉得 我要去运动新华城的时候 北市科你就开始动 不管柯文哲怎么样的挣扎 这个网 只会越收越紧 越收越紧 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他只是要知道说 他到底哪一天 要面对他的牢狱之灾 好 在这一段里面 国民党的台北市员 周小平也加入我们的 讨论小平 你好 大家好 好 宇权 刚刚讲的是 今天大家没有想到说 兵分四十三路 搜索这个计划证 搜索计划证 竟然没有想到 应小微既然列为被告 应小微列为被告 更可怕的是 他早就被禁管了 他可能听到风筝 或怎么样 本来想要透过台中机场 要离开 就到机场离开的时候 就要被挡下来了 你说原来 整个检调单位 整个北检 对于柯文哲 临兵斗阵 接阵列在前的 捷技已经形成了 宝刘哥 当时所有人 包括柯文哲 包括应小微 甚至包括我们讲 神经营 他们只在乎说 看着天上有一只 五指掌印 即将要压下来 但他们错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检调早就已经布下 天罗地网 捷技在各个地方了 为什么你知道会这样讲吗 已经押住柯文哲了 当然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吗 因为他们原本想说 哎呀 这个大掌应该是对的柯文哲 对不对 结果当应小微 原本是准备要干嘛 原本想要出国 原本想要出境 但是他会做一个动作 因为所有出国 所有出境 他的机票都要干嘛 先买 实名制 就是我一定要拿着我的护照 实名登记 我才可以买嘛 结果一K进去之后 没想到 检调连这个东西 都注意到 连检调连这个东西 都在盯 所以 应小微早就被盯上了 应小微早就已经被禁管了 应小微的一举动 都在检调的眼皮底下了 对 他是知道什么时候 他是知道检调也不动声声 我知道你订机票对不对 但我早就已经不好结界 安啦 金本没你惊 等到你到了机场的时候 拖着一咖行李箱 想说我要赶快让杠的时候 没有想到就说 不好意思 这个应小微小姐 你已经招到禁管了 你不能出境 所以他是在这个时候 才干嘛 被检调给逮到嘛 检调就在这个时候直接逮人嘛 不是 从这场我们才知道 整个检调单位不是想说 北姐都没干事 他们早就已经布局了 对 所以当你看到检调 想说奇怪 金华城到现在 还在约委员 还在约信有的没有 结果那发现了什么 障岩法 为什么 因为今天好 你扣问者马上去订机票试试看 陈沛琪马上订机票试试看 其他的相干人等 所有事案的人 订机票试试看 我就搞不好你会发现一些 很可怕的事情 原来有一道透明的墙 全部挡在你的面前 为什么 通通搞不好都被禁管了 都被罩住了 都被罩住了嘛 所以现在早就说我根本没在怕 为什么他处片不清 大家一直在好奇 就是说检调的办案节奏 感觉上来讲 说快不快 说慢不快 原来是什么 老子有底气 全部大家通通都早就已经把 所有的部件 都已经部件完了 现在只等什么 等你字头罗网望中桌边 最好是等到你柯文哲 包括你心理崩溃 柯文哲自己 自己把自己自爆 那借时候我不得来接步非功夫 我就直接把你 继续挖放起来 好的 跟大家讲的 今天整个计划层面 有六个被告 六个被告要讲的沈慶晶 还有金华车的董事长陈玉坤 包括应小威 还有应小威的好朋友王春凯 这四个人之外 加上两个应小威的助理 你干嘛把应小威的助理 也都列为被告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原来应小威在中间 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因为刚刚讲的 你兼容机率从500一直到800 居然是在应小威的办公室里面 算出来的 华文哲所有检调在做一件事情 他只会在乎一件事情 叫什么 清流 清流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今天我们讲的 如果说是涉及独立罪 如果说是涉及贪污罪条例的话 你想想看 应小威的角色他应该是什么 3月10号的时候召开便当会 三场便当会来谈什么 把这个案件 也就是沈慶晶要求成情的案件 一路的配合作为输的 提供给柯文哲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不对啊 那容机奖率哪里来的 因为容机奖率是一路从300多 最后变成840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就是在应小威办公室 去把这件事情给谈妥的 调出来的 在办公室调出来的 调出来的啦 明目国贵会讲啦 搞不好什么智慧 神势 医疗 神势 那三个莫名其妙的20% 创色农机奖励 就是在这边创造出来的 各位所以这是创造发源地 但你这时候问题会出现哦 那这个王尊坎 到底是什么角色 为什么 不对啊 他明明是他的助理 或者说你要讲应小威的男友也好 干嘛去抓这个王尊坎 那没道理啊 他应该是他的主任 应该是他的助理啊 结果后来搞懂了 为什么 因为肯定检掉抓到了金流 什么金流 比如说今天应小威这边做一个处理 对不对 那这个他的助理 不知道是用 你要说用公司的明目也好 用什么明目也好 处理到这个金流 等于是说我这边承接这个业务 然后这个金流 最后再跑过来这边 最后再回馈到神经这边 换言之什么意思 你不要误会了哦 威京集团是不是神经金的 是 是他的对不对 他是负责人 但威京集团的钱 是不是他神经金的 不是 按照公司法根本不行 所以对于神经来讲 就算我今天想要动用这些钱 对 需不需要这边稍微 东挪西流 黑龙赛党这个 要 当然要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助理 也会重见落马 也会被检掉 列为被告 甚至是约谈 理由很简单 当中绝对有神秘的金流在窜 而这个神秘的金流 现在剪掉 要知道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那到底有没有留到柯文哲 好我们看到 今天计划则可以一切为二 一个是什么 在市政府的部分 市政府的部分刚刚讲的是 由柯文哲直接交办下去 交办下去我刚讲的 今天你会问了彭正真 你居然会问了都委会的委员 这个是市政府的部分 可是你总是要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的关键就是 当你的沈信金 应小微 王尊凯 李玉坤 甚至两个助理 进来之后 那你今天 他们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就耐人许位 中间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就是黄珊珊 因为应小微之前 2014到2018 他就一直要推着干子 推不动 一直到黄珊珊进来 所以当你今天 刚刚讲到 这几个被列为被告 列为被告的关键 有没有会被收压境界 收压境界之后 刚刚讲到 黄珊珊 已经柯文哲 就不远了 为什么说之前都推不动 奇怪不对啊 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市长 请问一下是谁 也是柯文哲吗 对不对 2014 2018都是柯文哲 那为什么以前的柯文哲不行 现在的柯文哲 可以唯一的差别 各位 要嘛就是钱 要嘛就是 缺少一个敲门窗 我们谈战事实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找对人 而如今对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黄珊珊 因为坦白讲 原本柯文哲跟神经经 拿到什么脉络 但是从黄珊珊来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脉络就突如其来 牵起来 而且保留给你知道 更怪是什么吗 太顺畅了 今天呢3月10号召开 这个便当会 应小微作为是在外面喊瞎 结果没想到17号 马上陈情信就来 而且最后3月19号 柯文哲就交办 所以现在检掉怀疑嘛 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叫做里应外合 究竟我们现在确认 应小微有问题 而且你说现在看起来 是金流查到了 金流查到了 才可以这么快有动作 对 而且你仔细看 为什么沈经一直再三讲到说 今天声明稿说 我没有拿红包 我没有发红包 我没有给红包 那理由很简单 当一个人不断的讲什么 那绝对是他最心虚的地方 我们从柯文哲上 可以验证一件事情 所以恐怕 检掉是心知肚明 有找到金流 而且接下来 这一股流 就要流向柯文哲的怀里 好 会成 之前大家在仔细说 现在桃园地解署 去办这个所谓的郑文燦 办得如火如荼 台南地解署刚刚讲到 连柯文 连赖清德的嫡系子弟兵 他也都敢办了 你现在北剑在干嘛 北剑好像叫东摸摸 西摸摸 东看看西看看 好像一点斗鸡都不要 可是今天你才知道 原来北剑那种 毛骨悚然的力量 刚刚讲到 主任检察官江振宇 开始要上任了 上任以后 林俊岩跟唐中信 本来这个所谓的爱主的 并到了宗主去 整个一结合之后 跟他讲 原来这里 真的搞了一个 林兵斗争 接列政 列在前的结界 整个把柯文哲给罩住 罩住之后 原来不是柯文哲 跟他讲 应小为一干人的 包括沈静晶 沈静晶刚刚回国 你有任何风吹草豆 都在剪掉的眼皮底下了 是 江振宇 之前办过黄世民 黄世民那时候是检察中长 一个连检察中长 都敢办的一个检察官 你说他现在会把你柯文哲 放在眼里吗 你柯文哲 只要敢犯任何事情 我一定把你底子都刨出来 我跟你讲 你现在看这五大案很有趣 记不记得 我们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讨论台智光 讨论那个万大 什么雨果市场 一步一步讨论上去 但没有想到 真正可以一步把柯文哲 这样子陷在目前为止 吓到你会觉得六神无足的是金华城 金华城 所以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一件事 金流可能就在这金华城被逮到了 其实呢 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沈金金就媒体报道 七月还出去 代表着七月都还没有进管 然后呢 他回来之后 易小薇据媒体报道是 昨天他企图想要从台中 飞到香港去 那沈金金按照他原本的行程 是今天打算要出国 所以换句话说 沈金金今天要出国 对 预计也是今天要出国 所以你看喔 易小薇据说是到了 后来被发现被禁管 所以是不是沈金金 七月还行动自如 回来之后 媒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包括七八月 八月开始的一个政治献金案 就开始吵起来了 所以看在检方 我跟你讲 这个几个案子 是本来是分开在办的 但是在八月因为监厂院的报告 政治献金案开始突破了之后 我跟你讲 所有分开案子 可能金流找到了 所以全部 整合了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的 在目前这五大案里面 我认为有两大集团 完全脱不了身 一个就是金华春 另外一个就是星光集团 北市科 北市科的案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北市科的吴东静 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也因为他涉嫌动用 他自己的那个星光人寿 什么有的没有的 后来也是被传 后来一亿元交保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以前跑过检调 我们以前都把这所有的案子 分开来看 但是我跟你讲 他这样子一路看下来 你会发现 事实上从头到尾 北柬都是系统性的 在办柯文哲这五大案 但为什么沈青青在七月中的时候 还可以飞出国 到八月的时候 现在竟然是由应小威进管 到后来沈青青现在也被抓到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 真正可能有查到迪金流 就是从监察院的相关案子下去之后 结果在应小威身上真的获得突破 不然没有道理 因为你看到 应小威她自己本身被列被告 她的两个的助理 全部都列被告 连她的男朋友也列被告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你走不起 而且你就是那个破口 她是破口 她是破口 所以才会 而且我认为应小威 应该自己也知道 但没有道理 如果你是一般出访新生 谁会从台北走到台中 再从台中出国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你凭什么说你昨天 昨天你出去被打 结果今天按照据说媒体报道 沈欣欣也是今天可能打算要做她 所以你从这个所有相关的时间点 串联在起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应小威这个真的是她的一个突破口 现在媒体有一个相关报道 就刚刚讲的嘛 她是3月10号有那个便当会 3月10号便当会之后 3月19号柯文哲清签 柯文哲清签之后 结果6月23号 6月7月1号 应小威自己的办公室的两次协调会 伸出了方案4 所以就有奖励金20% 可是你要知道 所以那个奖励金20%是她办公室跑出来的 对 可是你要知道 明明柯文哲就知道 在7月15号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相关的判决就要出来了 你其实之前的判决 都已经是对你北市府是有利的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要等到7月15号 看要怎么样再办 你怎么会在这中间的过程里面这样 第二件事情 3月10号非常关键 因为3月10号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的律师在那时候开庭 针对这个案子跟金华城在法院开庭 律师当时还说 根据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的意思 是这个案子我们是不要协调 不要和解的 所以换句话说 在3月10号 他们台北市政府的律师代表 在说我跟金华城这个官司打到底 我不退让 但同一天 他却在议会里面 他却在市政府里面 跟应小微在接见这些金华城人 开始进行便当会 所以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我跟你讲 如果没有3月19号的那一个清签 就是交办下去的话 柯文哲搞不好就说 没有啊 我都尊重啊 不然我之前怎么会跟律师讲 说我们这边不妥协 他以为他做了防火枪 他以为他做了防火枪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案子 应小微下去之后 沈金卿今天还有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谁会在你本人在被征讯的情况之下 发公开声明 发公开声明 除了沈金卿之外 前一阵才发生一个啊 李文娟 我们那时候还在想 对 木可公司 为什么李文娟人还在被征讯当中 却有人带李文娟或木可公司 去发表一个这种东西 会不会跟沈金卿同样的方式 搞不好是沈金卿教他的 然后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声明 非常重要 讲两点 哪两点 第一个 我们是寻通案处理 所以换句话说 你没有徒利我 第二件事情 柯P这个人 是可以用谈条件的吗 我没有送钱给他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 如果真的是 现在刚如 议员所讲的 是所谓的串供的话 囚犯理论就是 我们两个 只要十口都不招 就没有破口 好小明 今天刚刚讲的 兵分四三五 而且大家最关键是 六个被列被告 六个列被告里面 有四个跟易角微 非常的密切关系 还有这个张长长的 他本来想跑的 对 就被拦下来 这四个我讲一下 那个 我刚刚讲 代表说 北姐已经把所有人 相关人等各种案子的 尽管都做好了 王凯他男朋友 那另外两个助理 为什么 因为王凯是处理 下回书 给里长资源 干这种大事的 那另外两个助理 是议会的助理 那其外议会助理的话 因为 陈从文被压 是因为陈从文党总预算 台智光要提高担价 议员有预算权 议员没有行政权 说给你融机 所以只有金流 所以这两个小鬼 可能也有好处 两个议会的助理 我看研判 这样是比较正常的研判 所以说 如果今天议员被弄 他等于说 我今天不是因为 市政府的所谓的案子 去卡你的预算 是我中间有钱 来来往往的 没有 金流查到 还有几笔很大 对不对 一小微跟金华城中间 简单讲 就是如果没有给一小微钱 你是办不了他的 因为 因为这个叫什么 图利 只有官员有图利 议员是没有图利罪的 因为你没有行政权 好 你没有融机权 我怎么增加 所以那两场 刚会整讲的两场 就是关键 就是6月27跟7月1号 然后那奇怪 那一小微怎么会这么厉害 也不是这么厉害 是所有的版本 是金华城交给他的 你照这个念 就去其他会照这个念就好了 整个过程是这样 好 黄珊珊的角色 黄珊珊认识 沈庆金快30年 为什么 我跟你讲 黄珊珊认识 沈庆金30年 黄珊认识 沈庆金谁签的线 黄鼠光 他哥哥 黄鼠光是军系 沈庆金的地理叫 沈庆光军系 国民党的中常委 还有以前 郝龙斌那个 小老虎 猪牙虎 兵役局长 他们都是在一起 大概是几十年了 所以这个认识是 就是水鲁交融 很容易熟 黄珊珊 为什么黄珊珊第二任 第一任都不放 因为第一任 其实邓家机 他们都不太同意 这个事情 熟徒有责 然后第二任 黄珊珊上来的话 就破口就出现了 就把他们牵在一起 而黄珊珊 这个绝对不是 他主管的业务 他不是公务副市长 他是比较软体 教育那种 好 那为什么 那天今天一报 我们这些委员 听得都傻了 你知道我们进华证委员 然后彭正珊来了 他说我第三次便当 第三次便当会 我也没去 我没去 那没去 怎么有彭正珊的名字 我问他签名 他说我不知道 而且他说很差异 我彭正珊事后 一个公文送来 看到说 柯文哲要我当PM 有没有 升级 升级从不来 所以说这个是有节奏的 今天我动到 你要讲 在整个进华证的案子里面 我先问的是 市政府科长级的人 问了市长科长级的人 以后就开始问 这个所谓的 这个都发觉 都委会的人 都委会不管你同意 不同意 我都把你找来问 问了31个人 问了31个人之后 开始现在 我去对进华证 我对威京集团开始查 我对威京集团开始查 然后你说接下来 如果要动柯文哲 就会先动黄珊珊 对 是这样 而且这个数据 我讲两个 就是没有摄影 有数据 如果照彭副 彭正珊的说法 我那天没去 那找我 事后找我当PM 我也很惊讶 然后他说 我不能盖的章 我绝不盖 然后不得不盖的话 他都跟检调讲 是柯文哲压迫我 做这样做 他都讲得很清楚 全部糟了 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第三场 如果真的没有去彭副 那今天是柯文哲 跟黄珊珊决定的吧 第三次 第三次很重要 是送那个都审大会 我这一关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公展那一次 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跟那个检调呼吁过 赶快查那个数据 数据就是打字小姐 市长是 那黄珊珊讲什么 帮助建华者的话 柯文哲讲什么 那个就是陈唐公正 那非常重要的证据 现在围绕在柯文哲旁边 他绵密之声 他的整个牵连之光 超乎我们的想象 刚才讲现在精华者这个案子 已经把审刑金都弄出来了 审刑弄出来了以后 现在冻了也都要到北思科 北思科你说 这两天 这张照片被丢出来了 这个是吴东静进到的 那个郑文燦的官邸里面 对 没错 被拍的照片 到底是你郑文燦长期被监视 还是你吴东静长期被监视 也就是 今天牵扯在这个案子里面 有很多的大老板 也会人头落地 宝贤我跟你说 目前为止来说 案子越办越多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案子 可能会开花出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 甚至这几天的时候 丢出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非常有意思 宝贤这两个人 这个是吴东静 然后这个人是谁 这个是林博翰 他们两个人是星光金的大股东 然后刚才最近呢 星光金在探所谓的 他到底要合并给台新金 还是中新金的时候 又丢出这个照片 那丢出这个照片 为什么很引人瞎想呢 宝贤那这照片的这个时间点 是拍在4月19号的这个时间点 4月19号就拍了 4月19号 他们见的是谁 他们见的是郑文燦 那郑文燦当时是谁 他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其实跟院长没什么两样 他就是院长 那他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4月18号的时候呢 这个目前为止的 星光金的这个公司派 发了一个文告就是说 我们准备在4月22号 要谈新心病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要谈新心病 就在隔一天的时候 他们就去见了郑文燦 所以见了郑文燦之后呢 到底现在人家就说 难道是他们要去谈 新心病的相关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简单 宝贤你知道 依照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吴东静跟林伯翰呢 他们两个是不愿意新心病的 他们是想要跟中信金合并 因为他们两个 在这次的新心病的 这个星光金的董事会里面 他们都投了反对票 甚至现在不是传出来吗 吴东静早就去找了这个 严文龙 严文龙就是中信金的 目前为止的董事长 而且林伯翰还去告董事会 对 他这几天告了这个彭雪芬嘛 所以他事实上目前为止就是这样 是不是他们在前一天的时候 去看了郑文燦 那看了郑文燦之后呢 因为为什么 我跟他讲 这个所谓新心 这个金控整病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金管会能够决定的 能够决定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总统府 另外一个就是行政院 一定要这么高 因为为什么 这一次中信金整病 他变成台湾第一大金控 信金整病来说 他们第四大金控 这个是会动摇国本的 所以他不是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去找郑文燦 因为这是郑文燦 这种层级才能够决定的 可是呢 就刚刚好 保险你知道 又流出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这照片就是剪掉 不是扣押郑文燦 他们家里面的钱吗 一共是678万啊 那这个跟之前 他送的这500万是没关系的哦 500是没有关系的哦 因为他的500万跟600万已经退回去了 对那这是什么东西 新的钱 那新的钱之后 检调就说 这里面包装了什么 台新银行啦 台湾银行啦 永丰金 还有新光银行 有新光银行 对 那好 有新光银行 都有保险 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 检调居然就去查了 郑文燦跟他的老婆 他说他们两个 没有新光银行 还有永丰金的任何的账号 那但是问题 他们的捆操审理 上面印的就是新光的照片啊 我自己是没看过 那你说 我上面十万十万一捆 十万十万一捆 每个银行不一样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说 上面这个十万十万一捆的 是新光银行的 但这个新光银行 如果郑文燦没有新光银行的 这个所谓的存款 我怎么从新光银行 领这么多钱 所以现在检调就说 他们现在在办财产不明罪嘛 他们就在 如果假设你保险 这两个连了起来 新光银行的钱 然后吴东青 刚好在这个时候 又去找了真文燦 然后又从他家里面 搜出了新光银行的钱 然后所以就说 哎现在目的 我就说现在的事情越来越多 好那尤其是 因为这个吴东静 他还牵扯到什么 北势科的案子啊 他前一阵子才被检调搜索嘛 他一亿元交保 因为他在 因为他在这个 新光绝尸堡这个案子里面 他中保私囊嘛 一亿交保 所以你看事实上显然现在检调 有在盯吴东静嘛 他就开始在这个摸索他嘛 虽然说这个照片可能不是检调流出来 但是检调绝对有在 他错过这个方式 因为北势科的案子 那个检调一定知道啊 对啊 北势科的案子跟吴东静当然有关系嘛 所以才跟你说现在这个 这个真的是牵扯 你看台湾政商人脉的关系之绵密 你看这一次你就完全都牵出来了 你说从郑文在的案子 现在从柯文在的案子 搞不好有大老板人头落地 这次就是很多很多案子 你看起来 好像原本不相关的案子 现在完全连在一起 这文贊的这个金流里面 搞不好有跟新光金有关 新光有关系 那新光又跟北势科有关系 那北势科又跟柯文哲有关系 对 所以他完全都穿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这里面的水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深啊 快点 你知道我们最喜欢大草片的 我们最喜欢血流成的了 我没有想到柯文哲刚刚讲的 你这种人脉之绵密 牵连之广 超乎我们的想象 今天刚刚讲的 已经扯到了一个审刑 已经扯到了威京集团 就现在刚刚讲 你现在又扯出了吴东镜 吴东镜为什么 这不是随便来讲 你金华城正在动的时候 现在北势科也在动 北势科要动的时候 就是要动到吴东镜了 现在甚至 因为你更密切是 你的女儿还是柯文哲的副总统 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所有案件 柯文哲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他不只跟财团刀叉吃人肉 他非常喜欢跟财团做朋友 我跟你讲 其实财团是这样 财团看到你柯文哲 一个政治素人上来 一开始心想说 这个盘子都要给你认识一下 结果发现柯文哲 很喜欢吃这种饭局 土地公有求必利 这个船很快 对 他可以巧适 所以全部传遍了 柯文哲是土地公 土地公 然后第一层是建商 后来连金矿之用也交朋友 很厉害了 所以他对财团多多亿赞 因为这种事情 其实财团是这样 财团什么没有钱最多 所以他一开始 财团怎么跟你交朋友 王子跟你赶 就说 这不要紧就拿去做社会 这不要紧就拿自己的 所以小平才讲 在一个餐会里面 一个人出一百万 然后呢就是一千万 一个一桌二百 另外是两桌二十个人 一个人在一百万 又两千万了 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每个小平哥 有讲到一个重点 当我给你一百万的时候 我也没跟你拼命 说你一定要给我 那个收据 或一定要给我 但是他发现 你没给我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人可以巧 我再补一句 他叫什么召集人质 他认识了一个大金主 金主有钱人都在一窝 那就成立一个兄弟会 认识一个就是二十个 都在那种大饭店国宾 你知道那二十个人位置 他是这样子一直滚 我跟你讲 他的人脉 是深不可测财团的相关 深不可测 所以你只要敢收钱 而且收钱没有收去 你就很好买了 有钱人在测试 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交朋友 都有几个美感 一开始就对你非常的好 然后什么东西 这没多少 你放的 这我自己的产品 你自己留的 就发现 你来者不拒 后来就发现有一些的 所谓你应该踩住的那个线 你也没踩了 他就认为 这个人可以拿出来 就可以来告别 可以告别一个情况之下 好咖啦 好咖啦 告别一个情况之下 就会成刚刚讲的 其实这个媒体材经圈很多 怎么农会啦 怎么会怎么会 农年 所以就代表着 柯文哲已经被这些财团 视为是 欲咖 会撬的 所以才会变成是 开始砍掉 然后当你 我认为 他就这样被 让整个砍掉 就去砍掉 而且我现在仔细看了 你会发现这几大案里面 就不拖两个财团 星光跟那个威精 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说尤其是吴东靖 吴东靖我们都知道嘛 因为去年他们的那个 星光的董事会的一个 就是让他被赶出来 赶出了星光这个家族 所以为什么吴东靖 他要特别去找郑文蔡 郑文蔡那时候 还是行政院的一个副院长 那代表 因为郑文蔡 也是会召的啦 所以就变成 我 都会说你会召你啦 我跟你讲喔 刚那个施东哥讲一个重点 金晶病这种事情 是动摇果本的 还记得扁案吗 金晶病那时候 哇塞 多少钱在整个台北市商场 到处流窜 一咖啡胸 两咖啡胸 三咖啡胸 全部都是跟金晶病有关 野鳌 刚才讲 现在这个案子里面 金华阵营动成这样子 另外一个北四科也在动 也就是刚才讲 这个吴子山 五个都没有要放过柯文哲 杰哥我跟你说 柯文哲面对金华城跟北市科的案子 他一个都逃不了 以前我们一直在讲说 他寄生国会 对不对 他结果现在被发现 他是寄生财团 为什么我跟你讲 因为我是北市 他真的跟财团很好 他非常的接近 距离非常的近 所以他跟以前 这个所谓的吴东晋的星光晶 跟现在的微星期待真的很好 他还不是只有跟吴东晋好 他连台新金的吴东量都好 那讲到北市科的案子 因为是在我的选区 大家在讨论说 为什么有争议 第一个 就是因为T16要投资计划书 T17跟T18为什么不用 第二个 你为什么为了星光冷寿而放宽条件 两个重点 结果掉出来发现 有两个很重要的会议 一个在110年的3月3号 放宽的条件 这个里面的人有谁呢 只有六个人就可以决定 没有一个什么都省委员 没有顾问公司 柯文哲自己市长签名 这个跟金华城是不是一模一样 都自己签名 都自己签名 黄山山是主管的副市长 跳过 他不该张 没有一个副市长出席 只有局长出席而已 然后柯文哲竟然敢在上面签名 而且这个记录没有录音录影 第二场会议叫做4月19号 就决定了T16要投资计划书 17 18却可以不用 结果现在前市府的秘书长陈志明 他竟然面对大家质疑 他说我告诉你 市长就是决定大方向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个中达 这个金额是超过几十亿的 市长可以直接在上面就这样决定 决定大方向 就把我们的市场这样子的建租 而且我告诉宝洁哥 所以柯文哲好赶 好赶 我们没有见过 连公务人员都说 以前没有见过那么赶的市长 可以自己跳过副市长 跳过很多的程序 在这个公文上面签名 而且没有录音录影的记录 我还要告诉大家 他现在有就是之前他有一个顾问公司 市府还花了三百多万去聘请他们 给这个招商的建议嘛 结果顾问公司告诉你说 你要三块地一起标的话 只有受险公司有这个能力来标 他建议分开标 结果柯文哲不同意 他坚持 所以第一次留标 第二次留标 各位观众朋友要知道 当进入第三次留标 如果招标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 一家投标 一家得标 所以文童 一个以新政治出来 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对柯文哲如此厌务 他也真的太胆大妄为 而他的趋向也真的太难看了吧 不 柯文哲在这个第二任的时候 开始胆大妄为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人物还是黄珊珊 是吗 黄珊珊懂法律嘛 她是有 她具有律师资格 她台大法律系毕业了 那在这个 在这个 沈庆金就是被 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上面来讲的话 当然黄珊珊是重要的关系人嘛 因为黄珊珊跟沈庆金跟柯文哲 三个人彼此经常是一个 经常有 是有相当深的交情 所以这个一切的变化的整个 或是柯文哲露出黑化的那一刹那 是在第二个任期开始 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 答案就是这些案子 所以 所以无案 无意不语嘛 大案都沾了嘛 对 你看那现在问题 要会破的地方在哪里 它的破口在哪里 第一个你那个 你那个这个万大雨果市场 虽然就140亿追加到180亿 可是中空在做呢 对 中空在做的话 这个最容易啊 因为这个 北准就会办一个围标 就是围标嘛 围标的东西过程当中 你这个追加在第二标的时候 根本没有开标嘛 就直接溢价了嘛 第一标也是溢价 第二标也是溢价 但是中间就有很多包商啦 为什么讲这包商很重要 因为包商就可以均有 它下包的下包的下包 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一种 那很多小包呢 它就可以均有大包的命令 去做政治献金嘛 那政治献金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看来 就是契约行为 那这个政治献金 我讲一个关键人啊 就是彭震生是关键人 彭震生曾经私下 跟很多朋友讲 他在科批的大选过程当中 帮他的出 帮他建议的去募款 那募款对象就是厂商啊 因为彭震生也不认识的鬼人啊 就是这些工程包商嘛 那这工程包商如果出现的是 奉了中空的命令 而去募款给柯文哲的话 那就会变成了个对价关系型 所以对这个 然后刚好好使不使中金流查不到嘛 因为你查不到金流啊 因为包商那么多你怎么知道 而且你的募款那么多 要18万笔嘛 根本无从查起 他突然间跟会计师翻脸啊 所以那个案子 扛了以后 他无形中提供了一个 整个的一个 他的这个募款来源啊 不要得罪会计师 本来检掉查不到这个东西 因为是你的 你家 他是私人的资料嘛 结果他自己变成了一个犯罪的一个 犯罪的一个 犯罪的一个事实 这个犯罪事实全部被北检扣押了嘛 所以北检在这个18万笔里面 按图索起 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出这个哪些 就会有一些关联的关系就很容易找到 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那今天这个大动作就更妙了 我请问你很简单 沈静金怎么会变成被告呢 沈静金跟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对 沈静金跟柯文哲怎么关联了嘛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沈静金跟柯文哲 关联性在里面嘛 那你说易小卫跟沈静金的关联 我可以理解啊 因为易小卫是议员嘛 他帮沈静金去跑这个案子 那沈静金给他一些照顾 或是利益来讲的话 这个有可能变成一个 这个违背职务的可能性 那个有一个所谓的贪污的 就是说民意代表本身是 有公务员的身份嘛 所以我认为说易小卫 今天被收押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所以我讲的意思 可是这个时候最初来一个关键 不管北市科也好 或是金华城也好 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污点证人 那个污点证人会免刑啊 不要关 一天都不要关的你知道吧 只要罚款就50万到100万 我认为沈静金跟吴东静 都非常乐意争取这个东西 他们只要讲出来 有一块钱到了柯文哲的口袋 形成对待关系 柯文哲明天一定收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